字幕提供 大家好,又是我啦 謝謝打開這支影片 雖然這個頻道是海森寶格遊記 但散步時還是會把我海森寶格財經筆記的部落格素材 轉化成影像,放在這裡供大家參考喔 好久沒有更新國內觀光旅館和一般旅館的營運狀況 尤其是2019年第四季 經歷了國旅和國際入境旅客的雲高峰後 就面臨了疫情的威脅 但台灣的疫情真的控制得很棒 儘管在2021年4月 我們仍然不敵病毒的入侵 嚇得大家不要不要的 但與國外相比之下 我們仍然活在安全的天堂裡 當然觀光產業像是飯店、旅行社 肯定還是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但從2022年10月開始 我們的防疫政策開始鬆綁 國內旅遊和出去旅遊就開始大爆發 我們飯店也等運運回到疫情前的水準了嗎 近期媒體又有聲音說 國內飯店貴鬆鬆的 我們從營運數字上 到底能看到些什麼端倪呢 我們現在來看數字 首先是觀光旅館的營運數字 2022年第四季的數據 供給量大約是230個房碗 需求量大約是140個房碗 住房率來到61% 平均房價是4359元 由於2002年第四季的國內疫情開始緩和 防疫旅館在10月中旬開始退場 大家悶不住的也都想開始出去玩 所以表現也算是亮眼 我們往前看看2021年和2020年第四季的數據 可以感受到什麼叫做爆發 但假如把2019年第四季的數字抓出來 2022年第四季還算是沒有完全復原 尤其是有幾家觀光旅館 依循著微老都更而退場 導致防腕的供給下滑 而國際旅客入境潮也還沒出現 光是國旅無法撐起完整的觀光旅館產業 所以需求仍然衰退超不了成 住房率同樣還離2019年第四季相差11個百分點 更別說是營業額的部分 都還沒有回到往日的榮景 但有趣的是 2022年第四季的平均房價已經來到4359元 比2019年的第四季成長超過一成 假如供給減少 需求持平或增加這樣會推升房價 但目前看起來不是這樣 目前是需求衰退幅度比供給還深 假如是人力在疫情期間大量流失 現在無法補充人力 導致人事費用增加 這就會是一個有趣的計算和邏輯問題 因為在目前所能得知的訊息裡 這幾年基本工資是從2020年1月的23800元 調漲至2023年1月的26400元 我們就把2023年的新的基本工資漲幅也拿進來算 這幾年的基本工資漲幅大約是11% 除非企業再自行提高工資水準 以更高的薪水聘僱房屋人員 如果假設營收的三成是拿來付人事費用 這波資本工資的調漲只會占營收不到5%的幅度 當然從媒體的訊息來看 以更高的薪資來評估飯店服務人員的現象並沒有出現 換句話說 飯店營運的成本費用的結構的確會往上漲 尤其是人事費用的部分 再加上水電燃氣一些中邊費用的微幅調整 好吧 我們姑且接受平均房價在萬物起早的年代 必須漲一些來反映費用成本 但是在需求和供給都呈現超級大幅衰退的前提下 住房率也未到疫情前的高峰水準 平均房價跟2009年第四季相比 仍有超過一成的漲幅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再來我們看看一般旅館的營運狀況 我們知道一般旅館跟觀光旅館拿的是不同的營業執照 通常每家觀光旅館平均提供的房間數較多 也大多會往三星級以上的軟硬體設施靠攏 一般旅館的話 每家單一旅館的房間量體也比較小 儘管今年有連鎖品牌使用一般旅館執照 但在飯店的加速中佔比也比較小 換言之一般旅館大多是中小型 更多是面向過旅市場 經營狀況也不會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看2022年第四季的狀況 客房房網供給1567萬 需求住房約700萬 住房率是44% 平均房價是2479元 把2020年和2021年同期的數據拉出來 還感受不到爆發的氣氛 但假如我們把2019年第四季 飯店業最繁榮的時期的數據拿出來相比 有更有趣的狀況 供給增加了9% 需求衰退12% 住房率還有10個百分點的差距 但平均房價卻是增加了10% 假如供需決定了價格 那麼這又奇怪了 供給增加需求減少 甚至住房率也減少 但平均房價卻是上揚 所以台灣的飯店價格到底是在漲什麼 我們在飯店營運這一端的找不到合理答案 那不如就來消費端來看看有什麼主司馬跡 根據觀光局的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 目前已經更新到2021年 從2019年的疫情前 一直到2020和2021年的疫情期間 我們國內旅遊的行為 在什麼時候出門做國內旅遊 其實一直都沒有改變 我預期未來應該也都沒有什麼變化 三分之二的民眾還是會選擇在放假日進行國內旅遊 然而包括在連續假期和週休二日 我們每年的放假天數大約在110天上下 僅是全年不到三分之一的日子 要擠著三分之二的國旅人口 而國內旅遊又很少在北部進行城市旅遊 反而是往中南部或觀光區集中 像是台中、台南、高雄 又或者是宜蘭、花蓮、南童這種風景名勝區 所以飯店僅有全年三分之一的供給 要應付全年三分之二的國旅人口 假如你是飯店業者 懂得賺錢的你 當時會是想在假日好好的 狠狠的賺他一波 這種資源固定但消費行為集中的樣態 讓業者可以趁假日好好的賺錢 談評平日賺不到的部分 當然也因為消費行為過度集中 當國旅潮爆發時 會看到媒體版面充斥著到處人幾人 買什麼都很貴 而且有許多消費者抱怨的新聞 但平日蕭條的景象卻不借媒體報道 想要改善這個現象 或者不想被業者很削一筆 又想要有一個有品質的國內旅遊 作為消費者的我們 只好想想有沒有辦法再平常日出遊了 我知道平常日出遊是一個很嘴炮的想法 大家工作、上學都一定會有難處 但這也是看起來是唯一的方法了 好嘍 本期的財經筆記就說到這邊 我不定期會將部落格的素材 以影像的方式呈現 本期的素材內容來源自 觀光局台灣旅宿網的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網址我會放在資訊欄 另外有什麼疑問或想討論的都歡迎留言 喜歡的話就訂閱分享一下 掰掰 請在这里 我應該會打 niż Max ATHV 創立